終於讓我等到這一天了 好不容易可以為大家做這一集 我是老HighB The Old High Beast 今天呢就是要介紹 Travis Scott Fragment 藤原浩和 Jordan 1 三方聯名低同款的真假鞋比較 我的頻道呢專門介紹球鞋的開箱 發售資訊還有他們的在售價格的評估 偶爾呢有機會的話也會為大家做一些真假鞋的比較 新來的朋友們如果喜歡這類頻道的話 歡迎您按讚分享訂閱 如果還有興趣的話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還有Instagram 我在下面的敘述區會做連結 那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雙非常火紅的 Travis Scott Jordan 1 三方聯名的低同款 那這前幾個月呢大家都會發現 我已經有入手了一雙假的這個版本 可是假的不是拿來穿的 就是為了做今天這一集真鞋的比較 通常我做這一類的影片呢 並不是特別鼓吹大家買假鞋 而是以教育性的給大家方便看我的影片之後 希望可以幫助您在在售市場買這雙鞋的時候 自己可以有一些訣竅 好不多說讓我們來看看這雙鞋的各方面的真假鞋的比較吧 是針鞋在寄來的時候 它鞋帶是不會幫你綁的 是學一般的 Jordan 1 高筒一樣的 那假鞋拿到的時候呢 是全部幫你系上的 這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們從這樣子看得出來哪雙是真 哪雙是假了嗎 那不賣關子了 公佈答案 在右上就雙是假的 通常假鞋都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標籤 包括這雙鞋有一個假鞋上的這個名片在裡面 我塞回去 所以這樣就不會搞混 不過呢這兩雙鞋的差異度還蠻大的 所以我本身看了這麼久是已經不會搞混了 最明顯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的勾勾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針鞋左下角這雙呢 它的勾勾比較細 它的比例比較對一點 而假鞋這個勾勾比較胖 包括這邊還有它的尾巴部位 是不是特別圓潤 你看針鞋比較尖一點 這大概是最大的giveaway了 第二不一樣了 就是它的勾勾的皮革了 這個奶油白皮革在針鞋上面 是比較像tumble leather 也是荔枝皮 而假鞋不知道為什麼這雙 選中的皮革是比較平面的 我在網路上也看過很多假鞋的圖案 也沒有這麼平面 那可能也是因為這雙是比較早期的假鞋 我們回到看到勾勾的刺繡部位 你看針鞋它的刺繡比較緊實 它的間隔每一個刺下針的地方也比較密度比較高 假鞋的呢 它下針的密度就非常低了 所以很大 間隔也很大 那我有看過網路上的照片 就算是用荔枝皮的假鞋呢 它這個刺繡也不是非常完美 所以要注意喔 看到這個乳白色的倒勾的刺繡也要注意 要到針鞋是比較緊實 假鞋是比較散一點的 針鞋感覺這邊比較緊一點 或是怎麼講 比較扁一點 假鞋的感覺比較胖一點點 那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特點 反正就是我這兩雙發現不一樣的地方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球鞋的內側 大家看出不一樣的地方了嗎 這雙假鞋不知道是當初廠商沒有搞清楚而亂印 最明顯你仔細看它這個中底的字樣 在上方的假鞋這邊是寫 六四二 真鞋這邊寫三五八 那如果有買過高桶的朋友都會知道這個六四二是高桶版的才會寫的 低桶的是三五八 可是假鞋商可能當初拿到切子版型是只有高桶的 所以以為低桶版也是寫六四二 就不小心印上六四二了 所以記得如果你要去驗鞋的話 比較早期的假鞋呢 可能會印上六四二 真鞋的一定要買到寫三五八的 那另外一個不一樣的話 用相機照不太出來就是 它這個勾勾的後面呢 有隱隱約約的3M的CAC的字樣 可能用閃光燈照會比較明顯一點 不過呢 真鞋的用閃光燈照會看得比較清楚 假鞋這雙 雖然也是3M的材質 可是我用非常努力的 才隱隱約約可以看到字樣 所以如果你拿到驗鞋的時候發現 這個字樣不太清楚的話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不過從內側的話 最大的便鞋方法還是 請注意一下這個編號 真鞋三五八 假鞋有可能會寫六四二 那麼其他的字也是一樣的 仔細看一下這個字體的比例呢 也不太一樣 真鞋的這個印的比較中間一點 假鞋的字樣呢 字體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印裡有點靠近 太靠近中底了一點 接下來我們看到鞋頭的上方 最明顯不一樣的就是 它這個前面的鞋頭的白皮革 重點不是白皮革的部分 你仔細看它的洞洞 在假鞋呢 這個洞洞超級大的 真鞋的比較細緻一點 完全可以確認很多假鞋呢 這邊洞洞透氣孔都做得特別大 而真鞋呢比較細密一點 所以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還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它鞋帶本身了 這樣子看可能看沒有那麼明顯 不過你仔細看的話 它鞋帶粗細也有差 真鞋的呢 它這個鞋帶呢明顯細了一點 假鞋呢它這個寬度稍微粗了一點 那用肉眼看得出來 相機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就是它鞋舌的尼龍鞋舌部分 顏色有些許不一樣 真鞋呢稍微淡了一點 假鞋這邊稍微黃了一點點 另外一個要跟大家分辨的地方呢 就是它這個Cactus的標籤了 仔細看的話你會發現 右手的假鞋 它這個C和U的字呢 都有點太拉長了 上下拉長太多 而真鞋的這個C和U呢 稍微圓潤一點點 下一個我最喜歡跟大家比較 就是在左腳的部分 Fragment Design的標籤了 首先我們可以看真鞋 比較一下 先記著兩個特點 你看它這個G Fragment的G 還有這個S 它的形狀記得喔 尤其這個G的部分 比較方正一點 S呢也比較弧形 比較美麗 接下來我們看假鞋 你仔細看它這個G 比較圓潤 尤其是下面這個 勾上來的地方 不是像剛剛那麼的方 如果這樣比較 大家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看得出來了嗎 左手的G呢 是不是比較方一點 而假鞋這個G 比較圓潤一點 真鞋的S長得像這樣子的 而假鞋的S長得像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比照鞋跟的部位 一樣的 右手是假鞋 左手是真鞋 在我用肉眼比較 和跟很多網路上的比較之後 我會發現 真鞋的這個部位 會有一個美人尖 仔細看的話 一般人家以為美人尖 是不好 可是我看了非常多的真鞋之後 都確定真鞋這邊 有個尖尖的 在頭的上方 而你看假鞋的這個 黑色皮革下面是平順的 完全沒有 所以呢 大部分的真鞋 我看了都一定有一個美人尖 注意一下 那Cactus的字樣呢 在真鞋的 它刺繡就要飽滿一點 而假鞋就比較草率一點點 當然這種細節呢 一定要真假鞋比較才看得出來的 你光是一隻假鞋是看不出來的 笑臉的部位呢 主要我要看到就是它 可能假鞋壓硬壓得比較深 所以臉會看起來比較浮腫一點 真鞋的反而沒有那麼浮腫 除此之外呢 好像假鞋的臉 大概也是因為浮腫的關係 看起來比較胖 那換到右腳的部分 一樣的 左手的真鞋呢 這邊有個小小的美人尖 應該是為了做鞋子對齊用的 假鞋是平順的 反而沒有 那我講這兩隻鞋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假鞋似乎在Logo的部分 要不就是硬得太上面 要不就是它這個空間做得太大 感覺下面的空格超級大 要不然呢 摸起來好像也是 假鞋的硬得比較胖一點 所以這個壓硬比較浮出 真鞋反而比較稍微平一點點 那JORDAN的WINS LOGO部分呢 真鞋呢 好像它的JORDAN字體 黑色的部分比較粗厚一點 假鞋稍微細一點點 可是不是太好分辨 最主要我們就看這個2好了 你看假鞋的2的左邊是細了一點 而真鞋的稍微槓槓的稍微粗了一點 不過呢 這個用肉眼是非常難看得出來的 我覺得如果要馬上認的話 至少確定要有那個美人肩就好了 還有看這個壓硬的位置 那特別把鞋墊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哪裡不一樣 最明顯的不一樣就是你看下面那一圓 白色的車線 你會看到左手的真鞋 那個車線呢 用的密度比較高一點 白線比較粗 車的密度也比較高 而你看假鞋 它一樣是車白線 不過它車的密度相對來講 稍微低了一點點 它線的粗細度也稍微比較細 那這也是網路上教的一個訣竅之一 所以你驗鞋的時候看清楚 我放遠一點 大家看就會知道 你看很明顯的 在左邊呢 白色的密度高很多 所以感覺比較密密麻麻的 而右手邊呢 稍微比較稀疏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來比較內鞋墊 那當然假鞋的 因為是補田做的 所以它上面附的貼紙 是放 可能是中國的尺寸 是用27公分這樣貼的 在美國的官方後呢 都是貼上這個貼紙 不過重點不是這個 因為撕下來的話 你也不知道 可是光是看鞋墊本身的字樣 我覺得這個 Nike Air的黑色字樣 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之前看了幾雙鞋之後 就會發現 前面這個鞋墊的凹槽 做的設計不太一樣 上次有網友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這是不同尺寸的鞋子 會有不同的凹洞 不過你看到這個 US9號的美國版 會有一個大凹洞 和一二三小個 三個小凹洞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補田的這雙呢 有兩個大凹洞 中間夾了三個小凹洞 左邊呢 多了一個大凹洞 很奇怪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這就是我發現 不一樣的地方 那看到鞋墊的部位呢 一樣下面是針鞋上面是假鞋 這次用的紋路是非常類似的 不過唯一嚴格要講的話 可能就是 在針鞋的這雙的紋路 是往左上方傾斜的 而假鞋呢 是往右上方傾斜 而且是用上了膠的顏色 也不太一樣 真鞋呢 是比較透明白色的膠 而假鞋呢 是用比較泛黃的膠 接下來我們看到大底的部位呢 很類似 可是只有在肉眼才稍微可以比較出來 就是針鞋的這個大底呢 它雖然一樣是藍色 可是稍微有點光澤一點 光線折照的時候 假鞋呢 可能用的材質稍微不一樣 它稍微有點霧面消光了一點 不過呢 這種一定要針假鞋比較才比得出來的 你光是一隻腳是絕對看不出來的 來給大家看看中間Nike的部位 非常類似 可能唯一一點不一樣 就是它這個Nike下面這個背景呢 好像在針鞋這邊稍微立體的那一點點 假鞋的稍微平面一點 要不然大致來講 光靠個一公尺看就完全看不出來 或者不要講一公尺了 幾十公分就看不出來 那最後要提到 並不是我在相機前面可以跟大家解釋 就是它的氣味了 假鞋的膠永遠都用的跟針鞋完全不一樣 雖然JORDAN ONE的針鞋用的膠 不是最香的 反而還蠻臭的 不過買多JORDAN ONE就會知道 那個氣味是什麼味道 假鞋用的膠是完全不一樣的 通常都非常刺鼻 那假鞋的鞋帶比較粗呢 不只是鞋子上面系的那個鞋帶 就連附贈的鞋帶也一樣 我右手這窗是粉紅色的假鞋帶 可以看到比針鞋的鞋帶 的粉紅色呢 出了許多 而且不只是粉紅色 就連附贈的黑色還有藍色也一樣 都是針鞋的比較細一點 假鞋用的鞋帶比較粗 在跟大家分析了這麼多的細節之後 希望做這一集的最後呢 可以幫大家一點忙 畢竟這雙鞋 並不是這麼好的入手 以原價入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去在售市場跟人家交易的時候 可以記得老嗨鼻在這一集講的一些重點 以防呢你買到鞋的時候 以為是買真鞋結果是假鞋 剛可以看到很多部分呢 畢竟這雙鞋是在兩個月前入手的 那個時候真鞋還沒出 假鞋商呢可能也是 硬擠了一雙出來 所以很多地方呢有些瑕疵 那假鞋呢也一定是越做越好的 所以大家以後還是要 把我講的細節 尤其是真鞋那部分記起來就好了 謝謝大家今天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